火车的轨道下铺满了砂石 为何高铁轨道却不用铺 看到火车总是让外漂的人们产生一种思想之情 因为火车在以前是人们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由于价格较低 安全性高 很多人去外地打工或者旅游的人都会选择做火车 现在时代的发展 火车慢慢成为了过去式 高铁成为了出行主流 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 火车的轨道有很多的石子铺起来 而高铁同样也是铁路轨道 可它是没有石子的 这是怎么回事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些石子作用 能选用火车轨道的石子可不是普通的石子 这些石子必须具备坚硬与弹性的性质 所以铁路上铺的石子基本是碎石卵石粗杀 由于碎石更优 于是碎石的使用更加普遍 而这种用石子铺垫的轨道 也有一个比较专业的名字 叫做倒闸 火车的重量比我们的车子重很多 而且有很多火车是运送货物 重量更是无法想象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 铁轨随时都会有变形的可能性 会导致火车的安全性能降低 于是聪明的工程师就发明出了石子轨道 就是把石子铺在铁路上 有名有炸轨道 那么这些轨道上的石子是如何发挥作用呢 单单一个火车头就有上百吨的重量 可想而知 整辆火车的重量到底有多重 而且由于火车比较长 在重力与摩擦力的作用下 铁轨会产生一些热量 大大影响了铁轨的使用寿命 如果铁轨下面是一些松软的石子 轨道大大增加了沉陷的风险 加入了石子后 不仅能分散热量 地面有了更好的支撑力 还可以稳固轨一枕的位置 防止轨道下凹 还可以把火车一部分的重量 平摊给下面的石子 减轻了火车对铁轨的压力 不仅如此 火车在行驶的过程中 会产生很大的震动与噪音 让乘客很不舒服 影响了乘客的坐车体验 而有了这些石子 一些噪音就能被吸收掉 火车有石子提供一些阻力 震动也减少了 还有这些石子还有排水的作用 在长期的挤压时下 会让铁轨地面更加的稳固 下雨时 铁轨里容易积水 对铁轨造成损坏 有了石子就能把水排出来 同时杂草也没有生长空间 让火车在行驶时 驾驶员能更直观地看到轨道的情况 那既然石子对铁轨有那么好的作用 高铁的票价更高 更追求舒适度 为何轨道是不铺石子呢 其实这很好理解 高铁比火车的速度更快 我国的火车速度在100公里每小时左右 而高铁在200公里每小时以上 在这样的高速下会形成很强的气流 把地上的小碎石卷飞 然后激向两边 不仅给附近的居民人群造成安全隐患 还可能给会面的高铁造成影响 于是高铁使用了五斩轨道 现在的技术更加先进成熟 采用了混凝土沥青等材料来建造 比起碎石轨道更加平稳安全 使用寿命也会大大提高 还有五斩轨道的稳定性 不需要经常更换和维护 不仅降低了人工维护成本 还提高了轨道的使用率 可看出五斩轨道优点更突出 现如今这种轨道虽然在普及 不过还不是很普遍 很多人认为未来 五斩轨道会全面代替了油斩轨道 但五斩轨道的建设成本很高 而且混凝土轨道是刚性 当承载度达到最大限度时容易断裂 不仅潜在风险仍然很高 维护难度也加大 您认为五斩轨道能代替得了油斩轨道吗